春節氣泡傳統市場 一大早就擠爆 婆媽的推車大軍出動 卻整個卡在人群裡 上演人車整道 水果比較多了 明天可能會更多吧 阿嬤推車裝滿水果 和採買的肉類 就怕除夕有些貪傷 不賣現宰肉 趕著小年夜仙超前不輸 100公斤7千多 現在漲到9千多 有啊沒有啊 有啊有啊 就怕買不到熟客 早就提前下訂 肉絲一袋一袋裝 春節需求量大 像是梅花肉 年前一斤160 現在至少170元起票 婆媽強買下 有些蔬菜也長粉兇 像是四季豆 從美金160 漲到美金200元 漲了2成5 大魯筍則堪稱 春節最高貴蔬菜 美金從300元飆到400元 孤類能久放也漲了6成 豆類的 豆類的 比較耐放 年貨還是比較貴一點 一般的大中菜的話 一樣便宜 肉類蔬菜都得通通買齊 因為傳統市場幾乎都只開到 除夕中午 將從初一一路修飾到初五 婆媽擠爆傳統市場 南門市場一樣 頓步難行 不想自己煮的豐買熟食 蔥烤魚豬蹄膀和東坡肉都賣翻 迎接春節市場涌現爆買潮 記者張超鵬沈進台北特寶豆 泥魚豬蹄膀和東坡肉都賣翻 我最多的看法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